警員發射胡椒蛋糕 他們之後上車離開 接近凌晨1點 在彌敦道和山東街交界 多次有人用發泡膠箱 交通受阻 有黑衣蒙面人走入山東街 打爛太興餐廳的玻璃 有人爬入餐廳又爬出來 接近2點有人站出馬路指馬警員 警方私放出 人群未散 接近3點有人再在彌敦道燒雜物 傳出爆炸聲 亦都有人用工具打開附近的電箱 在裏面縱火 消防將火九色 有人將磚頭扔在路面 人群之後陸續散去 無線電視記者 而现在是姚宗志就一定会吵起来 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石进在微博说 科大对有内地学生被打 没有任何交代 完全不可以接受 呼吁内地学生完全停止报考科大 而内地所有对科大的资助都应该停止 科大说内地学生被围犹事件 调查后会决定是否要交给学生纪律委员会聆讯 但是没有提到有没有报警 我现在是记者7次的报道